哇塞,真的是太好吃了 吃完这个,真的是什么都不想吃了 您哪,一定想不到 成都一小店就是靠这一道菜啊 过了30年 朋友开车100公里 就为了请我吃上一口大肠头 其实制作非常简单 这大肠头加上米醋和玉米面 更容易清洗干净 揉搓掉年夜用清水冲洗干净了 烘干水放锅里煎 煎至虎皮状成锅 先把这香料啊,葱姜炒香了 放豆瓣酱和火锅底料 炒出红油来 烹料酒生抽 加上水调个味儿 放入肥肠 小火慢炖的40分钟 扎锅放把青菜 肥肠切成段 放青菜上 来勺裹肥肠的圆汤 撒上这辣椒麻椒和蒜末 烹浇上一勺滚烫的热油 煎香的肥肠 吸着这诱人的汤汁 再裹着过瘾的麻辣 绝了 哇塞,这鸡炖是真棒的 您一定想不到 这老板15人只卖一锅炒鸡 鸡还是自己个儿养的 每天只杀50只卖碗打糖 不提前预定您是吃不着的 制作其实很简单 选鸡挺重要 最好是散养的正顶小公斤 过成块用清水冲起馅血水 起锅烧油先放把冰糖 再放葱姜蒜和瓶布上的香料 一起炝锅 炒香了放个勺豆瓣酱黄豆酱 炒出酱香菜 加瓶布上的调料和鸡一起炒 炒至这鸡皮收紧了 加上水 小火慢炖上40分钟 炖鸡的时候活个面 只加盐和水 炖好了晓上20分钟 揪成那小剂子 揉成球放水里泡5分钟 再手上压成这小饼放锅里 盖上盖再炖3分钟 炒上青椒和香菜 这肉质筋道的跑山鸡 吸着这麻辣酱香的汤汁 再来块饼子 绝了 哇塞 这个真的是太好吃了 真的是上头了 您一定想不到 普通的五花肉做成了个招牌菜 卖98一份 并且还是要提前预定 关键是制作还非常简单 会切肉的都能学会 先把五花肉切成肉丁 大蒜去掉根部刷上色拉油 放入烤箱 上下160度烤上20分钟 去掉皮 放入这蒜臼子里 加上这黑胡椒 倒成蒜泥 放入肉里 再加入屏幕上的调料 搅拌均匀 腌制两小时 用竹签啊 把这肉穿成串 放在烤盘上 烤箱上下160度 烤上20分钟 取出后啊 刷上烧口酱 撒上芝麻 再烤三分钟 软糯焦香的五花肉 带着这烤蒜的香气 再裹上个生菜叶 嘿 绝了